各位大現場 我們這一節邀請到立委賴世保 來到了現場 各位早安 是大早安 我們來看到戲子也爆發了幼童的胃藥案 但是最後證實這個是烏龍一場 畢竟這個檢測的結果都未檢出 但是我們現在又要來問了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 在面對戲子胃藥案的時候 明明第一時間這個結果出爐 媒體都揭露了 可是衛福部不想要公布 王必勝在蓋牌 最後衛福部居然凹不過 才公布這份結果 我們就想問 這個衛福部到底在想什麼 王必勝我們要提醒你 你是中華民國行政院 衛福部的政務次長 你不是民進黨的這個 競選的團隊的議員 不要忘了你的身分 你是官員 行政中立非常重要 他這個完全配合民進黨 在打猴的一種政治操作 就是明明知道他是陰性的 可是他不公布 他蓋牌這個聚訓普測 完全是以赴要當是打手的樣子 這個非常不可取 所以我們如果看民進黨在操作整個胃藥的事件 一開始直接帶風向說這個是胃毒 然後再來又再帶風向說沒有四月中就開始通報 實際上是五月 然後現在呢又這個結果又不公布 然後採檢本來說 全台都可以來篩檢 最後又變成新北市 這一系列的操作 是不是就是在摧毀侯友宇的人設 沒有錯 因為侯友宇的人設就是正義英雄 他以前是探長 在陳靜靜的事件 他那種英雄的形象 他要一步一步一步把他摧毀 所以明明是五月份送解 他把他講成四月份 而且後面明明已經撤出來 是陰性的要蓋牌 所以這個一步一步的進行 他的政治操作 要摧毀侯友宇正義的形象 而且他這樣子鋪天蓋地 摧毀的結果有沒有像 好像有點像 可是讓侯友宇的民調下來 但是問題 賴清的民調下來了 對不對 所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這個你過度的操作 也會傷到自己 現在真相大白 我相信會緩侯友宇一點空到 這個民調會慢慢上來 清楚的看得到 這個血統 這個精神不好 大概吃感冒藥的機率 比較大 或者吃其他的藥 這個也機率大 不是所謂的餵毒 或者餵一些的禁藥 什麼之類的 清楚的事實真相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就考驗了 這個行政團隊 他要不要就此打住 還是要繼續用他的力量 然後進行那種類似 衛武部把自己製作界 變成是東廠2.0 張天青2.0 這讓我們回想到過去 那個促轉會的時候 當天張天青就直接說 沒有促轉會已經升格成為東廠 然後還說呢 間接影射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殺傷力又更大 而且呢當時面對的人 就是侯友宜 就是為了要打猴 現在好像促轉會換了一個部門 變成衛福部 那變成衛福部在打猴 現在就只差一個 就是吹哨者還沒有出來而已 現在衛福部啊 有點類似過去的張天青的事件 你想一想喔 張天青是什麼 是促轉會的副主委 王必勝是衛福部的次長 角色很像啊 你不覺得嗎 都是護手 護手出來打 部長站在前面 好像一模沒有事情的樣子 護手出來當打手 這個都是這個民進黨政府 他慣用的一貫的操作的伎倆 清清楚楚 現在已經衛福部變成 過去的促轉會的張天青2.0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們這樣子打下去之後 反倒是形成了一種 家長跟幼兒園之間的不信任 很多醫生都說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開藥了 這個藥開下去會不會 到最後又被拿來做一個政治操作 那現在也有這個 幼兒的這種聯合總會也宣布 從即刻開始就不再幫幼兒園餵藥 不再幫這個小孩子餵藥 直到真相釐清為主 所以民進黨污名化 幼兒園 幼保園的這個事情 已經變成一個事實了 是 民進黨這樣一系列操作之下 已經污名化了這個 家保園 幼保園 所以讓家長跟老師之間 造成緊張的關係 所以製造社會的矛盾 製造社會的衝突 民進黨要補最大的責任 是 好我們今天表現委員的 馬桂徹先生 謝謝 OK 剛剛整個民進黨在操作 威藥案件 現在他們的齊心的目標 就是要怎麼樣 就是為了要打猴 把猴這個民調一直打下去 但你會發現打猴之後 反倒造成了六保園 跟這一些家長之間的不信任 這個是民進黨要的結果嗎 民進黨不是說要一直團結台灣嗎 怎麼現在他們的做法 就是唯一的目標要來分化台灣呢 也要請問這一集的國會最新 然後她一點點 詞一個追定的電池